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映谈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电影师 分裂 在热闹的生日聚会上 只有受到排挤的高中生凯西 孤零零的坐在一边 处于怜悯被邀请来到聚会 散场后没有人接她 留下了两个女孩 克莱尔跟马西亚 在停车场内 三个人被凯文用喷雾弄晕 绑架到密室的房间内 醒来之后三个人害怕极了 克莱尔被凯文粗暴的抱了出去 结果发现凯文要她跳舞 凯西流着眼泪颤抖着 镜头一转 凯西想起笑的时候 跟父亲一起吃饭的场景 三人寻求逃离的方法 克莱尔想用暴力反抗 但凯西为现在的局势 一切没有明朗 要静观其变 凯文找到了女医生 交给她个人的草图 为了解救多重人格的凯文 女医生真是下足了功夫 那边三个女孩子发现 凯文穿女装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原来绑架他们的凯文是个变态 女医生在开始研究多重人格 凯文再次进入屋子 凯文坐在门口 说自己是九岁的海德威格 自己占用了丹尼斯的时间 偷偷跑出来的 凯西又到海格威格 能告诉他们逃跑的路线 三个人利用弱的人格 打开排风口企图逃跑 结果却换来分别关押的惩罚 女医生也在积极地了解 想治疗凯文的多重人格 可她不知道谁是谁了 她怀疑怕楚西亚控制丹尼斯 画面一转 凯西跟父亲看着垂死的小鹿 醒来之后 看见伊美叫她吃饭 并给她出头发 马西亚用椅子打了伊美的头部 跑了出去 在交谈中 伊美透露 三个女孩是要被献祭给 即将出现的野兽的 丹尼斯跟女医生聊着几个人的关系 女医生告诉她 不要隐藏人格 不会伤害凯文 让她放心 并且说明 野兽是虚幻不存在的人格 海德威格带着凯西来到自己的房间 讲述自己窗户里的野兽 凯西苦苦地哀求她 希望能救救她 海德威格给了她对讲机 结果对上话求救 可对方不知道凯西是谁 又被告知自己要献给野兽 凯西在森林里 被叔叔告知自己是动物 不能穿衣物 拿着猎枪要击毙叔叔 叔叔把枪夺了过去 女医生接到求救的电子邮件 他找到了丹尼斯 通过治疗室的对话 知道了野兽的存在 并发现 野兽可以强化凯文的身体 使其拥有远超于正常人的能力 接洗手间的缘由 看到了被绑架的克莱尔 却被丹尼斯发现 以为他要救出女孩 因此将她弄晕关了起来 凯文看到 电脑里凯文的人格 各自录的视频 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 就被已经变为野兽的凯文发现 野兽感知到罪魁祸首 正是女医生 于是杀死了他 凯西发现两个同伴都被杀死 逃跑的凯西 看到了女医生留下的字条 通过念凯文全名的方式 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主人格 凯文劝说凯西杀掉自己 却措施了机会 最终凯文重新变身为野兽 野兽凯文感知凯西内心的纯洁 于是放了他 逃跑过后 凯文觉得超能力制度研究 但又对变身后的副作友 神深的苦恼 于是凯文唤醒最理智的人格 查尔斯 对其他人格进行说服和安抚 最终整合资金的超能力 献给了查尔斯 使心灵感和感知感更加完善 由于对管理人格管理 有了心得和理念的凯文 决定开展X学校 将资金和理念反馈给社会 凯西那条怀疑线 她跟叔叔相依为命 试图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 然而没想到 阿比盖尔就是招变异的体制 又引来了凯文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